陈时中实职紧扣人妻 老公站在一旁没生气 还恭敬地等候 网友起底 座先生的丁金聪 2012年间 在仁爱医院爆发医疗纠纷 地院判定他因为手术不当 导致病患丧命 一业务过失致死罪 判他十个月刑期 但在2017年 陈时中接下卫福部长后 医省会的第三次建立结果认定 病患死亡跟丁金聪没关系 高院瞬间大逆转 改判他无罪确定 如果你碰到了一个 认识部里面比较熟悉的一个长官 他当然可以经由这个委员的聘任 而达到一个他想要的结果 在野党质疑 难道是因为陈时中是他的再造恩人 所以太太被搂一下也没关系 先生在旁边好像都接受 而且好像很谦卑的样子 连老婆都送上来让人家搂 还可以食指交扣 我跟你讲 正常礼仪 我觉得不要睁眼说瞎话 是因为卫福部的神救援 然后才能够让他无罪 你们中间没有一些利益输送的问题吗 我太太如果被揚钱的时候 我一定是会抗议的 我想99%的人都是如此 陈志忠当了台北市的市长 这位女医师以及他的先生 日后省城院长 你会相信他们是靠专业而升迁了吗 这餐传出8万元的高档饭局 背后的东道主是号称做工艺的指风车基金会 为何有这种惊人财力掀开记录 过去五年多民进党执政时期 指风车标下政府114项标案 多数为中央机关 总金额高达2亿8千多万元 一场高档饭局 牵扯出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记者周天杰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